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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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大过残酷的高考 上海这群高三学生 终于防暑假 每日每夜都在刷卷子 就为了等这一天结束 他们是初中的旧同学 部分人早已经转了跑道 考外国学校开始 我们班子里面 就三分之一的人都要出国 几确就是早晚吧 高考制度1952年诞生 到了66年文革的时候废除 中断了11年之后77年复考 当年放宽昭生年龄到30岁 比66和67年高中毕业的老学生 有机会升学 自2010年开始 多个省份的报考高考人数 持续下跌 邵茜茜在本地学校的 国际部读IB课程 他说IB比高考更加 接近大学的学习模式 将来他准备去美国读大学 我选的除了中国、学习和英语 我另外三门选的是 医学、商业管理 和環境科学 就是三门 可能高考学生完全不敢想 高中都可以学的东西 邵茜茜来自中产家庭 两岁半开始学英文 自小就很向往西方的教育 他说新一代要有国际视野 升学不止高考一条路 我倒有点希望 就是会有更多国际学生 就是外国的学生 会考到大陆来 这样的话就不仅仅是 我们出去把东西带回来 而是他们也可以带些东西到国内来 总归是越来越全球化 我们说全球化 就是这样的 共舞齐飞 融入国家或时代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